各位,我今天的短讲是碳汇丞相的专案 碳汇丞相这个专案其实主要是想要盘点 县市政府的公有资产或者一些公共的政策 那这些政策跟资产如果可以跟减碳的行动结合 那当然会有期待有一些地点 所以其实最近我们比较有在跟县市政府互动 就是桃园市跟台南市 那今天短讲的部分我会先介绍 台南市目前跟县市政府合作的概况 那还有就是说县市政府合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到例如说西南沿海很多的盐滩土地 就是过去是余温或者是盐滩的晒岩的空间 那这些空间其实也是一种水环境的场域 那在维护这样水环境的过程 会比较有吸碳固碳的机会 那这部分又跟环保署的抵患专案 概念上就是把温室气体吸收或抵掉 这样的一个专案平台是相关联的 那我们在过程中就会把地方政府觉得有机会减碳的地点 然后把这样的情境分享给中央政府的相关机关 包含环保署 那湿地其实可能会是由农委会来统筹去做一个判断 所以第二段我也会分享一下 目前在跟环保署农委会还有能源局在沟通上有一些聚焦的情境 那最后会介绍一下我们专案的相关的共笔文件的位置 我们先来看这个在我们今天短讲的文件这边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有针对台南市温室气体减量仪表板这样的一个段落 那这边你可以直接点开这个地图试作的网址 就是这部分其实我们主要是跟台南市的智慧发展中心合作 那智慧发展中心其实它目前有在推动 像城市仪表板这样的一个系统功能 那这个系统功能就希望把减碳这个议题放到这个地图试表板的形态上面 所以民间这一段呢包含像我 然后有其他的志工VIC TC 还有就是AN SEL还有RR 我们主要是把各单位回报给这个研考会说 他的业务或者是某一些公共资产有减碳的机会 那这个减碳的机会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分类 例如说它是以绿资源为主 或者是水环境的经营 那其实也不少会是有跟农业减量措施是有机会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的类别都做一个汇整之后 其实就是先用资料解方式汇整各单位回来的资讯或资料 看到现在画面上有一个比较简易 我们把后台抓到的这个CSV的资料呢 就是很简单的做一个算是筛选地图的页面 那这个页面其实就蛮直观的 例如说你进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你会先看到蛮多的点位 那每一个点位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减量机会的地点 具体的暗场 那假设这些类别 例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蛮多的类型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减量类型的选单 那点击下去就会有相对应的类别 举例来说我们找这个建置节能设备的类别点击下去 就会显示目前正在招募中 或者过去有推动过绿能设备态患的一些地点 像这样的部分就是由他们的环保局来做汇整 去盘点可能是公寓大厦还有节能设备态患的空间机会 然后呈现出这样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预估的减量或者是节能的数字 其实也可以从行政区来选 例如说我目前来选一个七股地区 那就会可以看到这个行政区里面 相对应有一些是例如说绿能设备 或者是其他的类别它的位置 那地图都可以再去缩放去找到 例如说这边有过去公共工程它做过工程的碳盘查 然后还有节能减碳的一些措施 那它比较不像是减量算是单纯的减量不一定是稀碳 而是去做一点盘查做一些优化的动作 那还有像这边提到刚才提到蛮多的盐田空间 那会由这个民间的单位来进行任养 其实这个任养就是民间出资 那公有土地释出的一个模式 那其实对于抵换砖来说 它是一个算是外加性应该是可以被认可的部分 就是它并不是法规要求做才做 而是它比法规优于去维护一个有湿地探汇的地点 那其实类别跟资料大家都可以有空的时候去探索看看 那也可以回馈给我们一些意见 这有部分的减量行动 它的预估减量的数字其实不容易会整 那我们之后也会再去对应一些文献 举例来说这个公益植树的地区有了 但是到底怎么样去换算出它的公益行动 植树行动它所对应的减量的数字 那这都会是需要透过一些文献的对照 然后看能不能概括出来 像这样子在地方政府做个盘查 有这么多的类型 那有部分类型 看起来它有一些减量的机会 像这个农业减量的部分 这个部分资料是由成功大学的USR计划所提供 那这边就会介绍说 目前他们辅导的就会是像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或者是氮肥的减氮 化肥的减少使用来作为减量的一个工作 那这一部分呢就会开始跟中央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做一些对话 举例来说 我们近期就跟这个三个中央的单位农委会 也会有相关的湿地或者这个研究单位 应该可以作为一起讨论的单位 包含农委会自己在推这个农业减量的部分也是应该有一些进度 另外就是说在能源的部分 其实碳底换这一块的能源绿能主要会发生在自发自用的类别 那目前已经有屏东线在做自发自用类型 并且申请到碳底换的凭证和额度 那这一块呢 在其他县市 例如说针对电网吹入比较低的 电网吹入比较高的地方 在推动自发自用的同时 因为它没有办法接 或者说接回台地的盾售是比较困难的 那另外这样从碳的部分转换成一些减碳 甚至碳权的收益 作为一些维护上的补贴 那这个方向或许我们就是希望跟能源局在进一步去 找到更适合的区位来一起来推动 那其他的部会像交通部 包含像公共工程委员会 其实他们自己在推减量或节能减碳的部分 都有一些架构 那在地方政府就怎么样 不一定是一定能申请的探权 但可以在业务上一起来合作推动 那其他会怎样一开始是从总统杯的黑客松参与 那画面上有看到我们的几位的参与者 还有过程中拜访一些民间的组织企业 还有这个学者在地的社区 那我们近期当然就是以桃园市跟台南市 因为有具体的县市政府愿意从参考 探位成像这样的一个盘点架构进行盘点 那在盘点过程我们其实就可以帮他们找到说 某些减量行动已经是前例案场都盘点出来了 所以就需要抵换专案 或者我们广义一点称就是 能不能申请探权这样的一个研判的协商 或者研讨 那有一些是这个可能监测的方法学 或者想象都还没有成型 但是在学术研究上觉得是很有机会 像水环境的实地探会 那农业减量正好今年度农委会的相关步调 也加速的进展中了 所以民间的农民怎么样在这个农业减量的架构下 也可以来参与或落实 目前我这份简报也可以在今天的 就是短讲的共笔那边看得到这个连结 那过程大家都可以 内容其实大家都可以再参考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细节 像其实抵换专案还蛮强调它使用的方法学 那这个方法学也有国际的 或者是需不需要国内自己来做一些研发 那像法规的外加性 这些减量行动到底是中央的法规就要求大家要做 还是说其实你是优于法规 那就有这个减量的意义跟这个价值化的机会 那我们其实它会怎样归纳了大概28种的公有资产类型 那这些类型空间的单元 其实也对应到44种减碳的措施 那这当然是比较广义一些 有一些是在这个土地使用的决策上 甚至一个大的重化区开发案 怎么样从碳的角度来进行一些减量 甚至预留一些未来绿能设备的地点 这个其实在土地使用决策也是蛮关键的 不过它可能不必然一定可以碳权化或者是价值化 那其他像比较常见再生能源 然后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 像湿地农业然后造林等等 就是比较有碳权化机会的类别 那碳汇成像近期当然就是想 跟地方政府还有中央政府一起来验证几个 两个大概比较主要的议题 一个是碳汇导向的促餐 我就刚才提到这些公有资产 它如果要释出让民间来参与经营 或者是甚至以暗场的角度来做长期的规划 那这样的角度跟过往的BOT或者促餐 其实是有点雷同 但追求的目的效益应该是可以比较多元来谈 那也有可能去找到一些相对于减量的事项是比较有机会 然后它的BOT或者其他的认养形态 我们就可以用比较低度的方式或者低成本的方式试出 那第二个验证问题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共有资产的架构跟现况 就是管理单位非常的多 那每一个管理单位它不必然是 这个减量或减碳的议题业务主管机关 有可能它手上很多的资产 但是减量的议题可能对于管理单位来说 并不是那么优先 但我们从减量的观点又觉得它的资产是很有机会 那这时候怎么样把减碳的观念纳入资产管理 跟甚至到收益处分的评估流程 过程中怎样协助不同的总务单位也好 或者管理单位去了解这样的机会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盘点一些这个历程中的课题 包含有没有这样的动机 或者说已经盘点过了 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者是成本 对相关单位来说自己来做是很困难的 那这可能就会变成事出暗场或标诸化的一个 来对应它的解决的方向 那也有可能从 纵使学术界民间的角度觉得这样的资产很有机会 但还是没有办法推动那是为什么 所以这块也是希望在这个 接下来这一两年之内 可以再把刚才这种28种资产 对应到的这个厘清的境况把它做整合 我们其实首要就是希望从桃园台南这样全市型的 而且也是包含这个局处首长都认同参与的这个场域 找到一些抵患专案要评估的 国内甚至还没有水环境固碳这样的一个抵患专案 那就正好可以应用台南市这样西南沿海沿滩地的情况 来做一些比较细致的讨论跟沉岸的可行性 另外在其实单从地方创生或地区的蹲点这样的团体来看的话 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中长期在评估减碳议题的机会 所以这一块也会挑选一些地区 这个地区当然会有具体的团体 来看看这样的团体在这个地方经营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让它看到这个地区减量的机会 甚至一些减量行动的这个企划构想 那毕竟还是需要资料或者去估算 那这个过程的工具需求和资料需求 就会是我们这个专案会有感兴趣去跟在地的团体合作的 我们当然也会逐步去累积各县市 可能不一定有办法像桃园跟台南这样子做全市型的启动 不过在其他的县市政府如果有一些专项化的一些减量的行动跟这个成果 我们都会再进一步去恰许 那最后我说明一下 其实整个探位成长还是有一个公开的共笔文件 那其实在这一块呢 有包含我们刚才介绍到28种跟28种的公有资产类型 跟44种减量的措施 它里面相关的学术研究的文献 或者政府的具体的暗场的案例 那一部分的资料呢 你可以在这个减碳措施的知识库 它是一个关联式的架构的文件 可以在这样的文件里面去做一些查找 跟看到它所关联的一些类别的细节 那另外在一些区域的推动 就刚才提到台南 或者说我们过去也自行去针对大安区 台北市的大安区 然后花莲县的吉安乡 寿风乡 关渡平原 这样子来先做民间角度的这个盘点机会 然后去研拟一些行动的方向 那当然桃园跟台南就会比较聚焦 正式的跟工部门一起来谈 怎么样跟公共业务来做结合 那另外我们也会有一些针对研究类的笔记 所以包含像目前画面上看到 这个是比较是针对日本的减碳议题的行动 那也有包含他们大概在2020年6月所推动一个 叫做地方去探的这样的一个路信图或架构的成果 那一些专案的翻译或者一些笔记 其实也感谢参与者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再做一些补充跟说了解 那以上就是我们太会成像专案 包含台南市的互动状况 然后从县市政府的情境跟中央的相关机关来做情境的讨论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专案的共笔 那欢迎有对这个议题或这个工作方法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 谢谢